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继续分享试经学第二部分 我们昨天分享过 试经有四个步骤 一是预备 二是查考 三是解释 四是运用 应用 那我们今天继续来深入的了解 预备这个阶段 就好像我们去盖造一所房子 首先得准备 圣经也说没有准备好 房子有可能不能够建成 所以我们读经解释之前 也要做预备那些对我们有意的事情 因为圣经是圣灵的末世 所以我们在读圣经之前 我们应该有意识地 让自己领受圣灵的作为 依靠圣灵的带领 我们不要以为 读圣经只是实施一系列的方法 就能够获得帮助 有时候我们跟人谈话 我们会说 你说的这句话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对方可能会说 你误解我的意思了 其实我说的是这样这样的意思 同样的 圣灵是圣经的原作者 他当然比我们更明白 圣经原来的意思 所以呢我们在读圣经之前 我们一定要依靠圣灵 这是必须的 对于圣经的写程啊 有多种的观点 有一种观点呢 叫浪漫式的观点 就是认为这个圣经是作者 可以随心所欲的写 浪漫式的观点 第二种呢 是机械式的观点 那这个 这种观点呢 谋杀了这个 协作圣经作者的这些 个性特点 这种也是不对的 还有一种是正确的 对圣经的看法 这种的是游基式的观点 是圣经 原作者圣灵监督 圣经的作者来写作 但是又让圣经啊 显露出 有圣经作者的个性 和特点 所以这种有机式的观点呢 是对圣经正确的观点 圣经的作者有不同 有渔夫 有这个君王 有不同的人 有诗人等等 甚至有保罗 保罗相等于 希伯来大学的博士 由渔夫 没有特别学问的人 也有像保罗这样博学之士 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说 彼得都承认 保罗啊 由神所赐的智慧 写了信给我们 因为保罗在写作的时候 由上帝的引导 所以保罗所写的书信 就代表着上帝的智慧 不过呢 不同圣经的作者 也把他们的个性和特点 显露无遗 比如说马可福音 如果你注意看 马可福音的作者 马可特别擅长 也喜欢注意写作动作 注意动作 然后呢 也注意环境 但是路加呢 也很注重论述 耶稣的讲述论述 所以我们为了要深入的了解圣经呢 依靠圣灵啊 是非常必须的 因为圣灵是圣经终极的作者 谢伯来书三章七到八节说 圣灵有话说 你们今日如果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圣经既然称圣灵是真理的灵 那么圣灵所默示的圣经 就完全是真理了 所以当我们读圣经之前 我们要相信 当我读的时候 圣灵会带领我 没有比圣灵更好的老师了 那在解释圣经的时候 圣灵扮演什么角色呢 其实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个位格 我们应该向圣灵祷告说 圣灵祈求你来教导我 我们也可以祈求神 拆圣灵来充满我们 圣经是上帝从心里面 呼出他的气息 我们读经的时候 记得圣灵在光照我们 上帝在光照我们 而不是默示我们 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也相信圣灵上帝 他真的会光照我们 不过同时我们也不完全排除 人为的努力 虽然有时候 圣灵借着圣经来带领我们 那个带领超越人为的努力 甚至不用人为的努力 但是上帝 他圣灵的感动和光照 也常常在我们的努力方面工作 领导我们的努力 使徒保罗对提摩泰说 你要在神面前竭力 做一个无愧的工人 所谓竭力 原文的意思是 像在田地里劳动一样 要花大力气的 为什么我们读圣经神的话 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要花大力气呢 因为上帝不奖励懒惰的人 其实我们所谓的依靠圣灵 也包括依靠圣灵 所提供的机会和工具 圣灵圣经的大部分 还是容易理解的 有些部分是比较难解释的 需要我们更高的预备 更多的预备 不过不管我们一个人多努力 我们都承认我们人是有限的 我们不可避免的 在读经的时候 受一些外在的影响 比如说宗派 经验 先入为主的神学观 等等 并且我们手中的译本 也是通过别人的翻译 来到我们手中的 因为我们读经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预备 就是有一颗清新 洁净的心很重要 因为我们的罪 会扭曲我们理解 圣经的真理 曾经有人 他们蓄奴 有很多的努力 他们就想要在 新约圣经里面 找到一处的经文 来支持蓄奴是对的 他们就找到 保罗在引福所书 关于做仆人的 要顺服主人的那句话 但是他们忽略了 下边有一节经文 就是做仆人 做主人的 代仆人也是一礼 如果他们严肃对待 这一段经文 就知道 他们如果真的落实 实行这段经文 奴隶的制度 也不会长存 所以有些人就是 因为自己 定义要这样做 他就想要用圣经 来给自己撑腰 这是错误的态度 我们应该用圣经 来批判我们 来分析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现在我们来祷告 天父感谢你 赐下这本 宝贵圣经的话语 你的话是永存的 今天求你 将你的话赐给我 我得着你的话 就当食物一样吃了 你的话 是我今天的满足 也是我今天的快乐 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